公寓能、动能的计算 立体一 在我们学过动能之后 我们来试试看 利用之前计测的题目来加强练习 小熊以5牛顿的水平 力推动质量为20公斤的行李箱 行李箱水平移动了10公尺 并具有动能 那我们假设行李箱原来是静止的 而且还移动时 它以水平地面的摩擦力为4牛顿 则在小熊推动行李箱10公尺后 行李箱动能会增加多少 那我们先回想一下 我们动能的基本观念 动能指的是 物体质量乘数力平方再乘1分之1 也就是1分之1mV平方的概念 那如果要问动能增加 我们可以思考 那它的速度从头到尾变动了多少 但是这里并没有给我们速度 它是给我们有关作用力 以及移动的距离 所以看起来这边是 以能量转换的观念来思考 所以我们再回想一下 我们在学功与能的时候 也说过一些问题 如果外力做功 是相当于动能变化 那这个外力指的就是 对物体的失利 失利过程中 它产生了位移之后就会做功 当然我们前面有学过做功 失利必须位移同方向 或者是反方向的时候 才会产生做功的现象 那动能在这过程中 就会产生变化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这一题给的失利大小是5牛顿 然后移动了10公尺 那同学可能会考虑到说 那这边的合力大小应该多少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 这一个题目并非光滑水平面 所以摩擦力的4牛顿 必须先考虑进去 也就是说 往右的力量 这边提到说是5牛顿 我们可以在那边写 这个失利大小的也有5牛顿 可是物体跟平面接触的地方 这里它有一个摩擦力 也就是主力 它向后是4牛顿的 所以这个物体虽然产生了移动 但是它失利大小 必须先考虑 它其实全部的合力 只有一牛顿 所以我们这边思考 合力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写 合力等于5牛顿向右 那4牛顿向左 牛顿向右4牛顿向左 那我们计算合力的基本观念就是 如果方向反 力量相减的 所以就会得到1牛顿的合力 那我们在依这个公式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知道 失利大小乘上位移 相当于我们的做工 所以我们得到做工是10胶尔 那这10胶尔的能量 是用来作为动能的转换 所以我们就可以 直接用这个10胶尔作为我们的答案 所以我们就说 最后answer 我们可以提到说 动能增加了10胶尔 这样你懂的吗